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们是台北市线上教学影片 历史科团队 我是南湖高中正义老师 本单元要进行的是 学测重点解析 随堂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这个单元 准备好了吗 那我们就开始啰 看本单元学测题目分析 在随堂文化的交流与传播这个单元中 近年来的学测考题 考文化交流跟经济发展的相关主题 有日渐增多的趋势 其中随堂文化对东亚的影响 唐代海上贸易与士博士等主题 都是同学们必须特别留意的哦 接着我们来看重点 复习 第一个随堂时代的道教形成与佛教的兴盛 道教与佛教 我们就要从东汉 魏晋南北朝一路看到随堂 道教是东汉末年出现的 东汉末年因为战乱很多 张陵晚年在四川以福禄传道治病 广收教徒 那入道者要缴纳五斗米 所以号称为五斗米道 历经了他的儿子张衡 孙子张鲁世代相传 号称为天师 东汉的同期骚晚 河北张角因为信奉太平经 创立了太平道 他自称为大贤良师 此后绑黄金为治 然后聚众谋反 在东汉末年的历史上称为黄金之乱 张角的太平道也是道教的起源之一 黄金之乱是与张角有关 而不是跟五斗米道有关 接着我们来看佛教的创立跟传入 佛教是公元前六世纪 希达多太子 他的佛号是释迦摩尼 在印度创立的 何时传入中国并没有定论 最主要有两个说法 一个是西汉哀地的元寿元年 西域大知事的使者 东来口寿福图经 将佛教传入中国 所以是西汉末年 第二个是东汉明帝的时候 东汉明帝永平年间 派遣蔡英到西域求法 四十二章经就是第一部带回来的佛经 那后来在洛阳的白马寺 让蔡英来翻译这个佛经 道教跟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 首先我们来看道教 有一些道教上重要的经典 比如说周易生同气 它是五斗米道的经典 是汉代艺学的理论说明 也是炼丹的过程 用艺学的理论来说明炼丹的过程 第二本是太平经 太平经是以气的学说来解释 社会政治跟人的生命活动 它都是道教重要的经典 那在东晋的时候 道教出现了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 就是葛宏 他的著作叫《爆朴子》是一本道书 他里面也讲怎么样炼丹 怎么样求道 那其中他提出一个理论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就是我们所谓的源儒入道 葛宏他融合了儒家的思想 他强调神仙可以学智 葛宏他用了大量的篇幅 他来论证神仙是可以相信的 而且修道求仙跟儒家的刚常名教 没有矛盾 儒家的思想把它带到道教里面 葛宏这样子做 就让更多的读书人上层阶级接受了道教 他从民间的宗教就变成了官方的宗教 在历史上第一个对道教的教义 或者是体系提出总结的思想家 就是葛宏 接着我们来看佛教 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 也是要借助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 第一个佛教必须要进行一些思想的改造 让中国的读书人更容易了解跟接受 于是在西晋就发展出了格义的这样的做法 所谓的格义 就是用老庄的思想来解释佛理 让中国的读书人更容易理解接受 这叫格义 第二个是东西佛学的交流 跟佛经的翻译 譬如说从西域东来的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揪摩罗舌 他就到了长安 当时后勤姚兴奉他为国师 第二个是中原的法师西行 在魏晋南北朝时代 非常著名的法险 法险他西行到印度 西南等地求法 他还有写了佛国记 来记录他这段历程 东西佛学的交流 在魏晋南北朝有进一步的成果 南北朝时期 道教在北方有一位重要的人物 就是北魏的寇谦之 他整顿了北方天师道的救治 而且他也清整道教 那经过寇谦之清整之后的道教 去除了一些迷信 不好的部分之后 就变成北朝的官方道教 获得了北方政权的支持 寇谦之的天师道 就成为北魏的国教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朝 有两位对道教很有贡献的大师 一位是陆修靖 陆修靖他完成了道经的目录 收集整理工作 那他也制定了道教的 灾教科宜 仪式 道经的目录 道教经典的整理 还有仪式的制定 让道教在江南的发展 更有系统 这是陆修靖的贡献 第二个是三宗宰相之称的陶弘景 陶弘景整理了道教的神仙谱系 所以他对南方的道教 也有很大的贡献 接着我们来看佛教 在魏晋南北朝的进一步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代 佛教面临了很多的挑战 比如说出家忠不忠心 出家孝不孝顺 人有没有灵魂 有没有轮回 这些问题 都是中国文化对佛教提出的挑战 所以佛教徒他为了要传播适应中国文化的环境 他一一答辩 关于要不要尊敬王者的问题 佛教徒就认为 沙门不受世俗理俗所拘束 沙门是不敬王者的 关于孝不孝顺的问题 魏晋南北朝时期 佛教就积极翻译佛经 像父母恩重南报经 出家念佛修佛其实是很孝顺的 因为你一个人修佛可以超度九世的父母 所以是孝顺的 这也回答不孝的问题 魏晋南北朝的佛教徒进一步辩解 人死后有没有灵魂呢 是有的 因为泛诊或者是有一些学者主张神灭论 但是佛教徒就主张神不灭论 所以有因果轮回的 他也认为佛道是不同源 那佛教是可以当作一个救赎来使用的 顾欢曾经写仪夏论 他认为从道家的立场来看 佛道是同源的 所以中国人应该要取道舍佛 因为佛道同源 信道教就好了 但是佛教徒就答辩认为佛道不同源 信仰佛教是可以得到救赎 而道教并不能 所以强调佛教还是值得信仰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发展 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现象 就是三无法难 历史上有三个皇帝曾经打击佛教 分别是北魏太武帝 北周武帝跟唐武宗 从魏晋南北朝 三教有逐渐调和融会的现象 接着我们来看 道教跟佛教在隋唐时期的发展 道教在隋唐时期非常的兴盛 以思想理论的总结来看 李唐他姓李的关系 老子也是姓李 以唐就将道教当为国教 所以就以国家的力量 整理道杖 道杖就是道家的经典 唐玄宗的时候 甚至还设立了重玄学 把老子庄子都列为考试的内容 那唐玄宗也亲自注解 老子的道德经 以表示重视 唐代的时候 有非常多的道观 道教是非常兴盛的 在隋唐时期佛教有中国化的现象 那佛教也出现了很多的宗派 其中以禅宗跟净土宗是最主要的代表 禅宗的代表人物是菩提达摩初祖 还有六祖慧能 他强调的是顿悟 在生活中体现佛法推广到民间 他也造成了佛学的大圣 净土宗的代表人物是慧元 主张念佛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佛教还进一步的与中国文化的调和 第一个是有所谓的结社的制度 主张居士结社可以在家修持 也符合中国孝道的精神 第二个是佛教的丛林制度 唐朝的百丈淮海禅师 他为了要避免外界批评 就定定了一日不做 一日不实的规定 所以寺院就走向自给自主 这个叫丛林制度 接着我们来看隋唐文化对周边地区的影响 张谦所开招的思路 在盛唐的时候达到高峰 除了朝贡、和亲、中国 在边区设立基迷都护府之外 他还非常尊重当地的经济 社会习俗 然后透过思路的贸易 进而扩大跟开发跟巩固边疆的地区 所以思路也有他的政治上的功能 唐代的思路贸易最大的影响是让中亚的波斯、阿拉伯 还有南方的印度 经由思路跟隋唐帝国造成往来 促进了欧亚的民族文化的交流 第二个是海上贸易 海上的思路 我们知道唐代是最早成立士博斯的朝代 他在广州设立的士博斯 专门负责海上贸易 阿拉伯、波斯、还有南亚各国 这帆博就是帆船都在广州停靠之后 北上进行贸易 所以这条海上丝绸之路 又称为陶瓷之路 当时的贸易的物品有很多是陶器 接着我们来看第三个重点提示 就是东亚文化圈 因为唐朝文化非常的开放 兼容并蓄 强调湖和融合 使得临近的东亚上的日本、越南跟朝鲜半岛上的 新罗、高沟利、还有百计等国 跟中国文化有频繁的接触跟交流 那就形成了一个以汉字 还有汉文化为基础的东亚文化圈 这些共同的文化的内涵有几个重要的基础 第一个就是汉字 我们知道汉字在公元七世纪唐朝时就成为国际性的文字 形成汉字文化圈 第二个是儒教 第三个是中国化的佛教 第四个是科学、技术、典章制度 接着我们来看东亚文化圈当中的各国与中国的关系 首先是受中国影响很深的日本 日本在历史上有所谓的唐化运动 就是大化革新 时间是在公元七世纪 孝德天皇的时候 主要的内容有派遣、遣唐使到中国学习汉文化 引进了多项的中国政治制度、律令、书法 仿造我们实施中央集权 第二个是改造了日本的文字 仿我们的楷书为片甲名 仿我们的草书为平甲名 第三个是仿造我们的长安城规划平安京 就是今天的京都市唐代的高僧、建征和尚 受日本的学问生邀请 经过了非常多次的挫折 最后终于成功的前往日本弘法 那也成为日本律宗的始祖 在朝鲜半岛上 高沟利、百计、新罗等国 其中特别要注意的是新罗 因为新罗汉化最深 有所谓的君子国之称 它的典章制度也是深受唐文化的影响 所以同学要特别注意这个新罗 越南在唐高中的时代 曾经设立安南都护府直接统治 所以它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也很深 而且也很早 后来越南独立建国叫南哨 也曾多次前史来朝贡 那引进了唐代的典章制度、科举制度 还有文字跟佛教等等 同学如果今天到越南去旅游 还可以看到孔庙 还有很多写汉字的道教或佛教的 朝前叮咛 同学们在准备随唐的文化 与对外交流这个单元 除了熟悉道教与佛教 在中古的发展过程之外 如是道 三种思想在随唐时期开始有的 互相融会的现象 也需要特别留意 此外唐玄宗之前的东亚政治秩序 有所谓的天可汉体系 在唐代军事优势的影响之下 才能够发展对周边国家的文化影响力 那在安史之乱之后 以广州为中心的海上贸易 显得越来越重要 那对于东西交流 文化交流跟东西交通 都有很重大的影响 四题解析 第一题 旅行社推出城市观光行程 诉求大唐遗风 说明此行可以参访当地的唐室建筑 体验茶道 参拜佛寺 也可以参观法律文书的收藏 领略中国唐朝的风情 从本单元所提到的东亚文化圈 对周边国家的影响来判断 可以知道日本的京都 是模仿唐代长安城所建 到现在还保留了很多唐代建筑的遗风跟古事 最具有大唐遗风的地区 就是日本的京都 所以这题的答案是A 第二题 某一个时期 朝廷重视海陆护士 开放沿海地区 以便与阿拉伯半岛的大使 印度半岛的驻年 东南亚的苏门达那爪哇 赞成人地贸易 商人甚至远从卖家前来 政府因此在广州 泉州 杭州 明州 密州等港口设 四博师 发给贸易执照 征收货物税 请问政府设立机构管理海上贸易活动 最早时与何时呢 A唐代 B宋代 C元代 朱明代 那这一题的重点就是四博师 因为题目提到海上贸易的盛况来判断了 而知唐代是最早在广州设四博师的 来管理航海贸易跟港口 所以答案就是选A 单元就进行到这边 非常感谢各位同学的收看